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按说明书要求定期换就行 以外来说全合成机油的低温流动性最好 半合成的问题也不大 但是入冬前最好做一下检查和保养 比如暖风机管不管用 雾灯亮不亮 重点是电瓶 气温低 电瓶更容易亏电 长期放置不开的车还会打不着火 我建议备根搭电线 万一真八卧了 能找人来救 更关键的是轮胎 有些人喜欢这时把胎压冲高 其实太高太低都会影响刹车效果 冬天地面温度低 轮胎橡胶会变硬变脆 摩擦系数降低 最好换掉磨损较大的轮胎 也可以换一下轮胎位置 千万别用不同品牌和花纹的纹胎 记得定期清理胎纹里夹的杂物 说了这么多 你知道玻璃水怎么加吗 当然知道了 可人家手那么嫩 引擎盖又那么重 想第一时间看这么多有趣的视频和漫画 快来关注试之车学院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